《聽聽好書》 歡迎收看今集的《聽聽好書》 在今年的書展香港青年協會推出了多本的新書 今天我們邀請到Gary 來和我們推介一下他的本新書 Hello 你好 Hello Gary 不如你先介紹一下你本新書的內容 好的 今年的書展香港青年協會青年創業計劃 將會出版一本《創業法律指南》的第二冊 希望透過這本書 幫助一些有興趣創業的年輕人 可以了解多一些和創業相關的法例 這本書來到第二冊 和第一冊方面有什麼特色上有沒有改變呢 其實我們在2007年出了第一冊 其實當時有很多法例在現在都已經不同了 包括我們最新有一些新的公司法例 私隱條例 商品說明條例 和很多僱用條例相關的法例都要改變 所以我們今年就很感謝歐華律師事務所 和我們去更新這本書裡面的內容 將一些新的法例去帶給我們一些年輕的創業朋友 其實我們今次這本書 主要都是集中和創業相關的法例 所以在我們七個環節裡面 我們會選擇了七項和創業相關的法例 讓我們的讀者知道 因為我們相信如果你創業的時候 除了你要去了解多些市場上的資訊 你的行業的發展之外 相關的法例如果你能夠認識清楚的時候 你才可以避免去掉落一些法律的陷阱 香港不少的年輕人都會想創業 你會不會有些甚麼建議給我們香港的年輕人 當然我經常都說創業的時候要深思熟慮 因為要認清自己想開辦的行業才開始他們的業務 但也不少得就是要了解相關的法律條文 譬如你做老闆的時候 你需要請人的時候 你一定要去了解香港的僱用條例 又或者如果你做創作的 你一定要對於一些標籤或者專利的法例 認識清楚去保障自己 這樣其實你創業的時候就會有機會成功 剛才說過這本書的內容就很豐富了 那你覺得你要怎樣去說服一些年輕人 今年書展一定要買這本書呢 年輕人如果你說我要做老闆 那你一定要在7月16日 來到我們香港青年會在書展的攤位 購買我們這本《創業法律指南第二冊》 我希望一定能幫到你 今天就很感謝Gary和我們分享 有意創業的年輕人就要留意這本書了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